各位现场的来宾大家午安 由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举办的探索基础科学讲座 2009星空协奏曲活动即将开始 请您记得将您的手机关闭或调整成静音 谢谢 我们先利用简单的几分钟时间 我们为大家讲解一下今天特别准备的有讲真大活动 还有一些演讲时候的注意事项 今天我们的中心有准备有讲真大活动 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活动方式 我们在演讲完毕的时候 中心将会公布由吴老师公布今天的问题 然后答案就在今天吴老师的演讲中 所以大家今天仔细听讲就好了 然后利用休息时间填写填答单 填答单都在你们的手中 会有一份长条型的填答单 并于休息时间结束前交给中心的工作人员 中心工作人员将会挑选出填答正确的观众 提问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将举办抽奖的活动 本周的讲评有由大块文化提供的经典科普书籍 胡桃里的宇宙一本 我们将会抽出五位幸运的观众朋友 另外填答正确的观众将可以获得2009星空协奏曲 精美的活动海报一份 如果没有被抽到的朋友 可以在演讲活动结束后 请到前面的柜台领取即可 这就是我们以上今天会准备的有奖真答活动 然后请大家踊跃参与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今天演讲的部分 由于今天吴俊慧老师会准备3D立体的投影片 所以会提醒大家 如果在今天演讲的投影片上面 在右上角如果有出现眼镜的一个图案 请大家可以把手中的立体眼镜戴上 立体眼镜有两种 一种是像这样子的 是提供没有戴眼镜的观众使用 只要看到右上角投影片有出现眼镜的图案的时候 可以把眼镜就直接戴上 另外一种是提供给戴眼镜的观众朋友使用 两个镜片的中间有个夹子 你们只要稍微用力一点 就可以把它夹在眼镜上面 然后不需要使用的时候 只要把眼镜翻开就可以了 还有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立体眼镜的部分 需要戴上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比较有效果 所以就请大家就要等一下 顺便宣导一下 就是我们下一周没有演讲活动 所以请大家在12月26号 我们会由高远群老师及徐光泰老师 带来爱因斯坦的时空观革命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今天活动介绍 然后让我们把时间看一下一段精彩的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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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情在我一辈子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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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问说 第三个答案 旋转转可能很慢啊 太极升 太极升两宜就像是阴阳两宜 但实际上这个图是什么 这原来是一个圆球 当你把它复原到圆球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一边是红的 一边是蓝的 那这代表不同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你在不同方向上 所接收到来自于宇宙诞生的那些光的强度 或是说光的温度 当它颜色 这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是偏红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它就偏蓝 那为什么刚刚好一边红一边蓝 学过国中物理应该就知道 这是著名的所谓的都普勒效应 当我们相对一个光源 声源有移动的时候 我接近它的时候 我看到它的频率就会增加 我远离它的时候 频率就会减少 那么既然这些光都是不约而同 来自于141年前的早期宇宙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坐标 如果我相对这个参考坐标有移动的话 我在我前进的方向上所看到的 来自宇宙诞生的光 就会比我远离的那个方向上 所看到的光 来的能量还要来的高 所以一边就会出现蓝移一边会出现红移 那也可以透过这蓝移红移的这个程度 去反推 说我相对整个宇宙 相对宇宙诞生的这个宇宙 运动速率到底有多快 你可以计算出来 我们相对宇宙的运动速率是 每秒370公里 我们的交通工具有没有这么快 一般的高速公路跑时速 大概是每秒30公尺 就对应到100多公里 时速100多公里 时速100多公里 大概是每秒30公尺 一般的车子每秒跑30公尺 我们的速度是每秒370公里 他说跑这么快 可是我看到每天星座都一样 跑这么快的话 应该今天射手座 明天就变成猎户座 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为什么星座都一样 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些星座 其实都是在我们自己所居住的银河系里面 距离我们很近 距离我们近的意思表示怎么样 跟着整个银河系一起在旋转 那么加上彼此之间距离很大 所以即使我自己的速度很快 但是因为我距离很大 所以我在速度很大的情况之下 我的位置有一些些微的改变 我实际上是感觉不太出来 因为我跟别人的距离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底下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广义相论到底在讲什么 那我前面跟各位报告过 广义相论基本上就是在谈 时空的结构是如何由空间中能量的分布来主宰 那么以这个图例来讲 如果时空的结构就代表这个网状的话 那么能量的分布是否均匀 可以决定这个网状是否平坦 也就是说能量如果分布很均匀的话 你可以想象就像是东西压在上面 均匀压在上面的话 那么这个网这个时空结构 它就是很平坦 如果有两道平行的光 经过它的时候 这两道平行光会永远平行 可是今天你可以想象 如果能量集中在中心的话 那么这网子会长得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是不均匀集中在中心的话 那么这网子中间就会凹陷下去 那么原本两道平行的光 就会因为这个网子的曲折而开始走曲线 所以这两个光之所以瞅曲线 是还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在吸引他们 不是 而是因为这个东西等号右手边 造成时空等号左手边的扭曲 以至于说两道平行的光 原本都自己以为自己在走直线 但是外界的人看它 它显然已经走曲线了 我们通常要定义一条直线怎么定义 你往前跨一小步的时候 你回头去看你所走过的足迹 跟你未来的行进的方向 你从这边量的夹角 跟另外一边量出来的夹角 是一样的 你就是定义这是一条直线 可是当你用这个方法 在一个被弯曲的曲面上面前进的时候 你虽然一直自认为是走直线 但是你实际上所能画出来的是一条曲线 所以爱因斯坦那时候就讲说 其实东西会偏折 不是因为被它给吸引 而是它造成时空的扭曲 而让旁边行经的人 他的路径有所偏折 那你说干嘛讲的这么麻烦 举个例子来讲 我刚才讲说是遥控器 放开 大家都知道根据牛顿万有引力 它会往下掉 那你可以根据国中的物理 可以算出它需要几秒 只要我告诉你 这个中立加速度跟距离地面的高度 你就可以把答案很快 可能一两分钟算出来 可是同样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来算 你要算多久 正常的话半个小时 慢一点的话两天 解出来之后答案有没有一样 答案不一样 差多少 差一点点 那么那一点点能不能量得到 量不到 以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来讲 量不到 你必须要到很大的地方 很长的时间 也是在我们宇宙里面 你才能够看到这个效应 就是传统的力学跟这个网易相论路里面的这个误差 那么这边光的偏折 原来平行光通过它之后聚集在一起 就像是一个透镜一样 这边是一个透镜 后方放一个物体 那么你从透镜另一端来看它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怎么样 被放大 是因为光被偏折的关系 你从这边以为 爱因斯坦头的光是来自于这个方向 所以你以为它的头在这个方向 你以为它的脚 实际上是来自于这个方向 所以看起来东西就变大了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把这个透镜 用一个 很大的一个 星系来取代 那么这个星系 能量集中在 时空的这部分 像这边一样 会造成时空的 这个部分的结构的扭曲 所以行经旁边的光 也会走曲线 而它所走的路径的情况 是不是跟刚才放大镜 所走路径的情况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跟它之间 你所观测物体之间 有一个能量很集中的物体 在那边的话 哪怕是一个黑洞 或是一团暗物质 或是一个很大的星系的话 那么它后方的物体 也会被放大 这就是所谓的重力透镜效应 就光在古典的牛顿的 这个力学里面 实际上是不会 受到重力场而偏着 可是在广想路里面 实际上是会的 那么当这种时空扭曲 到达极限的时候 能量集中到极端的时候 你只要光太靠近它 你会发现 你不管怎么画直线 那个直线终点 都是朝向 这个能量集中的核心 那么表示这个光 如果从这个两个方向 进来的话 它就永远出不来 那这就是我们一般 所称作的这个黑洞 那么在宇宙里面 这是一个电脑模拟 你可以想象 我们看远方的星体 而远方的星体 跟我们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 黑暗物质的团块 表示能量全部集中在这里 以至于这边的时空 遭受到扭曲 所以当这个黑暗物质的团块 在空间中移动的时候 你是不是看到 后方的物体怎么样 不但是被放大 而且在这个放大镜的四周的物体 变成是弧形 被扭曲的状态 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透镜的效应 那当然这个是电脑模拟出来的 我们在现实中 有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有 我们哈勃太空望远镜 确实是看到 跟刚才电脑模拟出来 一样的现象 东西被放大 而且旁边还会出现弧形 那甚至于如果角度对的话 会出现所谓的 这个爱因斯坦十字 就是说 这中心的影像 跟上下左右这四个影像 其实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天体 只是天体 它在经过一个重力透镜的时候 光都被偏折 然后以五个不同的方向 入射到观察者 所以观察者的角度来看 会以为有五个东西 但是你经过光谱分析 你会发现这五个物体 其实是同一个物体 你可以透过光谱的方式 来判定这件事情 那么当然 相对论一个重要的应用跟产物 就是所谓的黑洞 那么 动画不见了 好吧 没关系 本来这边有几个 这个黑洞的动画 我把它跳过去好了 底下我们要谈的是 暗能量 我前面讲过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它是有个故事 暗能量的最早的概念 其实是跟爱因斯坦有关 因为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大家看天空的星座 每天看都一样 都不会改变 所以认为宇宙应该是静态的 可是爱因斯坦想说 用这个重力吸引的角度来看 只要空间中有能量集中 时空就被扭曲 时空被扭曲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一个犀利的现象 所以宇宙里面如果 如果有物体有星体的话 那么星体跟星体之间 在现象学上来讲 应该彼此之间要有犀利才对 如果彼此之间有犀利的话 那么整个宇宙就不应该是静止的 因为此时此刻 宇宙如果是静止的话 那么下一秒钟 宇宙应该要怎么样 应该要收缩 因为星星跟星星之间 彼此有拉力 所以爱因斯坦为了去解释 就是大家所普遍相信的 宇宙是静态的这件事情 他就去修改了 他的爱因斯坦方程式 刚才讲 等号左手边 这是时空的结构 右边第一项是 三度空间中能量的分布 如果是一般物质的能量分布 它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万有引力 那他原先是在左手边 这个时空的这个结构上面 做了一个修正项 如果你把那个修正项 移到右手边的话 它在等号右手边 所代表的物理意义 就是一个具有万有次力的物质 在空间中里面 具有万有次力的物质 那么由于在数学形式上 在方程式里面 它是一个希腊大写字母Lambda 所以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称它是宇宙常数 因为它是在宇宙方程式里面 出现的常数 我们称它是宇宙常数 但是这个宇宙常数 简单讲就是一个 不同于一般物质 具有万有次力的一项 因为一般的物质所提供的是现象学上来讲 是一个万有引力 那为什么要有万有次力 因为有万有次力之后 才能跟万有引力两个互相抵消掉 才能把宇宙撑住 星星跟星星之间有万有引力 但是宇宙里面因为有宇宙常数 有一种物质叫宇宙常数 存在于星星跟星星之间 那么他们提供的是万有次力 就可以把星星跟星星之间的引力 两个把它给抵消掉 可是问题是 在他提出这学说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 能够在自然界 或是在实验室里面 找到一个具有万有次力的东西 那他自己也觉得这项 不太符合自然的常理 那么一直到1929年的时候 哈勃甚至于发现宇宙在膨胀 这时候宇宙是还是不是静态 宇宙就变得不是静态 宇宙既然不是静态的话 你还需不需要画蛇天这个族 去解释宇宙是静态 既然你当初画天的这个族 是用来解释宇宙是静态 而现在你已经知道宇宙不是静态 当然这个多余的角 就可以把它给去掉 那底下这句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有讲 但是很多野史上有记载 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他生平上犯的错误 那固然没有错 他一直到过世为止 都认为说这项是不应该存在 那么之后甚至有将近60年 没有人在讨论宇宙常数 为什么只有60年 因为60年之后 他又被拿出来检视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10年前左右 我们观测超新星 还有宇宙微波背景 CNB是我前面讲的 来自宇宙诞生的那些光 观测超新星跟宇宙微波背景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就是 宇宙不但是在膨胀 而且是在加速的膨胀 如果宇宙要加速膨胀的话 表示宇宙不但要有万有赤力 而且这万有赤力 还要比万有引力来得大 所以科学家回溯过去 看过去这些物理史里面 发现里面 只有一个堪用的物理定律 或是物理模型 可以提供 这个宇宙加速膨胀 所需要的机制 这就是宇宙常数 但近年来有人尝试去修改 透过其他方法去修改 比如说牛顿力学 或是透过其他方法 去修改这个已知的物理定律 但是那些修改过的这些模型 通常只能解释 一两样的天文观测 而不能解释 目前所有已经看到的天文观测 那目前最成功的模型 就是爱因斯坦 当时认为是错误的 这个模型 他当时提出来 为了解释宇宙是静态 可是我们今天又把它拿来用 是为了解释什么 宇宙在加速膨胀 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地下有知的话 你心情如何 爱因斯坦如果地下有知的话 他一定会偷笑 对不对 说哈哈 他当年果然是对的 即使他已经过世了 爱因斯坦非常迷人的地方 那么宇宙学我常常在讲 跟一般的物理科学 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没有办法 去模拟宇宙的诞生 没有办法做实验 所有的物理学们 你都必须要有理论 然后要做实验 然后做得很好 就可以得诺贝尔奖 要有实验的验证 你今天可不可以说 我蹲在实验室的墙角 放一串鞭炮 然后就发现 恒星星系就慢慢形成了 有没有人试过 想一下也知道不太可能 那有没有办法 在我们所居住的空间里面 来模拟宇宙的形成 实际上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 这怎么办 我们靠的是超级电脑 电脑的模拟 那你要模拟出一个宇宙出来 你在它诞生的时候 必须把它放进不同的料 就是你要模拟一个宇宙诞生 宇宙的演化 你必须在诞生初期 先决定宇宙里面含有多少暗能量 含有多少暗物质 它炸开的时候 宇宙膨胀的时候的这个速率 应该是多少 给它一些初始条件 那当你放进不同的材料的时候 你所煮出来的菜 当然就不一样 放进不同初始条件 你最后模拟出来宇宙就不一样 那你模拟中间的这个方式 就是透过广义相对论 比方说你放龙虾进去 就会得到龙虾大餐 你放这个猪肉的话 就可以做出红烧狮子头 诸如此类 然后呢 你再把你所模拟出来的结果 跟目前所观测到的宇宙来做比较 那我们现在目前有几个宇宙 我目前就只有一个宇宙而已 但是这宇宙里面有很多东西 里面有肉有菜 比方说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假设是肉的好了 那么超新星报这假设是菜好了 那么我可以把我所模拟出来的这道菜 去跟目前已经观测到的宇宙来做比较 然后看谁长得最像 看谁长得最像 然后我就知道宇宙诞生的时候 这些物质应该各占百分之多少 换句话说 今天如果有一道菜 叫做龙虾大餐 摆在饭桌上 刚上桌给你吃的时候 你会认为说五分钟之前 这个餐厅的服务生 在餐厅拿这道菜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红烧四十头 它在运送菜的过程中 这个红烧四十头才变成是龙虾大餐 你会不会这样想 当然是不会的 你可以想象半个小时之前 一定厨师在整理那只龙虾 你的这道菜一定是从龙虾出来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宇宙的全貌 整个的演化的历史 但是我可以透过目前现况的观测 加上跟我的电脑模拟的结果 来做比较 来判断我的宇宙当时是如何诞生 是如何演化的 好 那么这边是一个模拟 左边跟右边两个宇宙 其实不戴眼镜应该也看得出来 我要问的是两个宇宙有什么不一样 眼睛眯眯的看 其实它会动是因为镜头在跑 这两个是已经演化到现在今天的宇宙 电脑模拟出来今天的宇宙 那只是放的材料不一样 请问左右两边有什么差别 好没有色盲 只要颜色不同 对不对 除此之外 眼睛眯眯的看会发现 左边跟右边哪个宇宙比较亮 右边比较亮 表示星星比较多还是比较少 比较多表示星星跟星星之间距离比较大还是比较小 比较小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左边这个宇宙只比右边这个宇宙多放了一个东西 请问那个东西是什么 前面所讲的 提供万有赤利的暗能量 当你把宇宙里面放进暗能量的时候 星星跟星星之间距离就加大了 而且宇宙可以加速膨胀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宇宙里面 在模拟的时候 如果没有放进万有赤利 黑暗能量的话 我所模拟出来的宇宙 就会跟现在宇宙长得不像 那我经过很审慎的比对之后 甚至于这是一个 也是电脑模拟出来 宇宙物质分布的情况 那这边是根据宇宙里面物质的密度所画出来的 那大部分的星星会发光的东西 都是在这黄色的区域 而那些丝状大部分是不发光的 我们必须透过一些精密的仪器 才有可能去观测到 那甚至我们要把这样子的电脑模拟 也拿来跟这个天文上的观测做比较 那么这是也是另外一个模拟 就是从宇宙早期演化一直到现在 从早期这个黑暗期 都是清晰的情况之下 开始重力聚集燃烧产生这些恒星 所以一刚开始你看到物质的分布 是很均匀的蓝色 那经过时间的这个前进 这些物质彼此之间才透过重力 而聚集在一起才开始燃烧变成恒星 那这些都必须透过电脑非常审慎的模拟 才跟现在的观测来做比较 那比较结果我找到一个最贴近 宇宙现况的电脑模型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宇宙模型里面 占有23%的暗物质 有72%的暗能量 可是问题是 这暗物质是什么 暗能量到底是什么 目前科学家还不晓得 我前面讲了很多暗能量是万有赤粒 那什么是暗物质 其实科学家有时候也没什么创意 因为看不到 所以就称它是黑暗 那能量跟物质唯一的差别是 能量提供的是万有赤粒 物质所提供的是万有引力 那他为什么称作暗物质 目的就是要跟一般的物质来做区隔 所谓的种子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些 自然界看得到物质 元素周期表里面所合成的这些物质 我们都通称它是种子 那另外还有一些光子微中子等等 这些辐射占非常小的比例 也就是说我在我的电脑模拟里面 在我的宇宙模型里面 如果放超过5%的这些已知物质的话 那么我所模拟出来的宇宙 就跟观测到的宇宙会长得不一样 所以你做一个简单的加法 把23加上72 你会发现人类未知但是却相信存在的物质 竟高达95% 我们为什么相信它存在 因为电脑模拟里面没有放模拟出来宇宙 就跟现在不像 为什么说它是未知 因为我们在自然界里面根本没有找不到 根本还找不到这样子的东西 暗物质还没有真正观测到 暗能量还没有真正观测到 都是停留在模型的阶段 虽然有些重力透镜的效应 可能可以支持暗物质存在的一些证据 但是毕竟这些都是间接证据 没有办法提供我们强而有力的直接证据 我们要眼见为凭 你要真正摸得到看得到才算数 那回到前面开场白讲 为什么是一种令人想要拥有的力量 70%多还是不多 很多啊 已知物质才5%啊 表示它应该是无所不在 到处都是 随便一抓里面应该就有啊 我们人类科技如果可以捕捉这么多暗能量的话 把它收集在油气筒 以后开车开到爆胎 不用换轮胎 后车箱黑暗能量油气筒拿出来 汽车底盘稍微涂一下 怎么样 提供万有吃力啊 万有吃力 甚至另外三颗轮子都觉得多余了 就把它拆掉了 车子还是不一样不会贴到地 不需要磁浮 磁浮又贵 又难建造 我们就买一桶 暗能量油气直接 涂在火车的底部 车子就浮起来 启动的时候怎么办 所有乘客一人共心一只脚 对 就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啊 没有摩擦力啊 要克服的只有空气阻力而已啊 暗能量如果真的找得到的话 我相信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很大的改进 虽然目前所谈的东西 感觉距离很遥远 天空的星星啊 跟我的股票差这么远 对不对 可是天空的这些星星 大家科学家找的东西 在你有生今年 其实是有机会改变你的生活的方式 那么最后还有一些东西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看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 这个本来应该要转 不会转 那基本上也是让你眼睛稍微适应一下 那这边都市的这个街景 这个上周也跟各位分享过 戴上眼睛之后应该可以看出 前方的建筑比较近 后方比较远 好 那我们要谈的是 怎么样用宇宙微波背景的这个观测 来回答我前面问了很多问题 宇宙多大 宇宙有多老 等等 那当然我前面已经讲到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它来记录过去141年的演化 那除此之外 它是不是还有其他功能 比方说 我们如果要探讨宇宙的几何 底下是一个动画 就在跟各位解说说宇宙几何不一定要是平式的 那什么叫做平式什么叫不是平式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解释 也就是说宇宙的空间如果没有接受扭曲的话 我所看到的张开某一个固定角度的天空范围大小 就会是这么大 那当宇宙的里面的几何如果时空这个空间是被扭曲的话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些角度的大小就会不一样 换句话说用比较简单的语言来讲我们在一个面上所画出来的圆的周长不一定要是2πr 如果半径是r那么圆的周长它可以等于2πr小于2πr以及大于2πr 你可以想象就像是剥这个柚子的皮 把这个柚子皮摊平放在纸上的时候 柚子的边缘所画出来那个圆的周长 是比把这个柚子戴在头上当帽子的时候 柚子皮边缘所画出来的周长还要来得长 那表示当柚子在球面上的时候 它的周长是小于2πr 会小于它在平面上面的2πr 而它在像这马鞍面或者我们讲荷叶面上面画出来的圆的话 这个圆它的周长会大于2πr 那么这跟我们之前所观测到宇宙微波背景有什么关系 其实宇宙微波背景它发生的温度我刚才没有提 大概是3000k左右 那1k差不多就是1度 那0k是大概负的273度 所以3000k大概是2700多度C 是将近3000度C左右 那么在这么高的温度 其实3000度C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并不高 我们在实验室很容易可以模拟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所发生的这些物理 我实际上都可以在实验室里面去重建 因此它这上面的这些强弱温度高低的变化 高温跟低温区的这些距离 两者之间距离的平均 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在实验室里面把它计算出来 那么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把这样的物理放到140亿年前的时候 这么样的一个距离 我看它应该是对应到什么样的夹角 对不对 你要把那个高温区跟低温区的物理长度 除上我到它的距离 才会得到我所看到它的夹角 那这个夹角会等于 它的长度除上我到它的距离 只有在这个宇宙是平式的时候才会出现 当这个周长是大于2πr的时候 同样一个长度放在圆周的边缘上 它对应到的圆形角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你看到这边 高温区跟低温区的距离 是不是比这边要小 因为它的周长是大于2πr 你把一个固定长度的弧长 放在大于2πr的圆周上 你所对应到的圆形角 实际上是比平式的宇宙要来的小 所以结构看起来的比较小 反观在封闭式的宇宙 它的周长比2πr要来的短 所以你把一个已知 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量出来的长度 放到距离你140亿光年之外 的这个圆周上 那么它在圆周上的这个弧长 因为圆周长比2πr要来的小 所以它的圆周长所对应到的圆形角 就会比较大 所以高温低温区看起来距离就会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的高温低温区的距离 来判断我们的宇宙到底是属于哪个宇宙 我记得我以前在讲这部分的时候 有学生很天才 他说他回家做了一个实验 做什么实验 他就在一张纸上画一个 用半径R画一个圆 然后去量那个圆的半径 看似个2πr 他量出来如果是2πr的话 表示我们是这种宇宙 如果是大于2πr的话 表示我们是这种宇宙 如果是小于2πr表示是这种宇宙 这个是一个在三度空间里面被扭曲的二度平面 同样我们所居住的三度空间 可以在第四度空间里面被扭曲 看不到第四度空间里面被扭曲 那当然他的这个方法 实际上是成立的是合理的 只是他尺的量测的精密度不够 那个误差太小了 在这么小的半径底下 这三种情况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小 所以他方法完全没有错 只是那个误差你量不出来 这是我前面所讲 像路论所提到一些东西 你必须到很长的尺度 很大的时间尺度上面 你才有办法看到它 而我们所使用的 你看我们这语言半径要画到多大 才有办法看出这三个宇宙的差异 要光130亿140亿所能走的距离 当半径我才能够看出它之间的差别 那么接下来是宇宙的年龄 看图说话 我可以告诉你 这四棵树由左到右 分别年龄是由小到大 请你看图说话 告诉我三个不同的条件 来判断树的年龄 树越多广 树的高低 树干的粗细 不错 所以这三个方法 哪个方法最准 我们不要投票好了 以前我投过 票最多的是树叶多寡 也都认为树叶除上100 大概就是年龄 我第一次听说 万一我今天晚上把树叶全部拔光 天堂上 烦恼烦童 所以真正科学方法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年龄 当我刚才问你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知道你很用力 很压抑的 不想把年龄这两个字讲出来 可是大家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年龄 如果我告诉你这棵树 是在一年四季的环境里面 生长 而且我把它横扑 数它 发现它是300圈 因此我就告诉路人甲 说这棵树是几岁 300岁的话 那么这路人甲会不会相信我 应该会吧 他会不会跟我说 300年前 这个树种子也不是你拨的 而且就算是你拨的话 如果你回家睡觉的时候 说不定你回家睡觉的时候 种子被人家挖出来 就一棵树被它搬过来 种在那里 意思是说 不会有人去挑战你说 300年前不是你拨的种 而且300年来 你并没有蹲在他旁边 日夜看守着它 看它长到变成300圈 不会有人问你这样子的问题 为什么不会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所提供的 是一个经过验证的科学方法 我们透过各种实验 各种观测 在在都显示 年龄一年就是会长一圈 在一年四季的环境之下 所以当我数它是300圈的时候 我就可以知道 先它的年龄大概就是300岁 不会有人去挑战 挑战这个事情 即使是300年前 我根本还没有出生 所以我们要问的是 宇宙里面有没有跟年龙一样 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的量 如果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去量测它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像 数年轮的圈数一样 我一旦量测到这物理量的话 我就可以去回答说 宇宙需要多久的时间 这个物理量才变成 变成是我现在所量测到的这个值 所以我们要问的就是 宇宙里面有没有年轮 宇宙年轮 答案是有 什么东西 又是宇宙微波背景 为什么可以让四个人得诺贝尔奖 它的用途实在是太好用了 宇宙微波背景就是前面讲的 简单的说就是来自宇宙诞生 第一期到第二期之间 所发出来的光 那么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这些光在膨胀的宇宙里面 它的波长会随着宇宙的膨胀而拉长 所以年轻的宇宙里面的波长 实际上是比较短 在年长的宇宙里面 它的波长会比较长 而我们今天所观测到的波长 可以做非常精准的量测 大概是将近平均波长 大概是三个毫米左右 那你当然还可以透过其他一些观测 超清新观测的一些佐证 来推算它的年龄 大概就是141岁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 来判断宇宙的年龄 那么在宇宙大小 你说宇宙不是应该无穷大就好 可是宇宙无穷大似乎有点危险 因为你的夜空很容易就变得无穷量 那宇宙如果是有限大 是怎么样的有限大 你可以想象地球的表面 有没有中心 中心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还是在英国都不是 表面没有中心 表面有没有边缘 地球表面有没有边缘 没有边缘 你往东走一直走 会往西回来 表面积是有限大还是无限大 有限大 所以你得到结论 一个有限大的表面积的环境 它不用有中心 也不用有边缘 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一个二度平面 在三度空间里面被扭曲 东边跟西边连在一起 北边跟南边被连在一起 那同样我们所居住的宇宙 也可以是一个 在四度空间里面被扭曲的三度空间 也就是说 我可以在大家看不到四度空间里面 把这间教室的天花板跟地板粘起来 前面的墙跟后面墙粘在一起 左边跟右边的墙粘在一起 这时候 我从那个门出去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会从这边进来 我这边挖个洞跳下去 从上面掉下来 地板如果是透明 我抬头一看 看到谁 看到自己的脚丫子 所以在数学上 在物理上 这种宇宙是被允许成立的 而且我们也花了很多力气去找 那你要怎么去找呢 基本上很简单 我刚才讲 你抬头看应该可以看到自己 往下看也是看到自己 对不对 往那边看应该也是看到自己 而且会有很多个自己 所以理论上 我们住在地球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往天空四面八方去看 看遥远的地方 有没有长得跟我们太阳系 一模一样的星系 或是长得跟我们银河系一模一样的星系 基本上我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方法管不管用 不太管用 因为那边的资讯要到达我 最快只能以光速的方式前进 所以当我现在看到那边资讯的时候 实际上可能是太阳系还没形成的时候的资讯 我看到的是过去还记不记得 你看得越远就是看得越早 所以你永远看不到远方的即使是你存在 你的镜像即使存在的话 你永远看不到它现在的样子 你永远只能看到它过去的样子 所以我们常用的方法是用什么方法 又是使用宇宙微波背景辐责 就是说这种有限大的宇宙 它没有中心 因为边界就是数学上所谓的 周期性边界条件 它也没有边界 因为从这边出去又会从另外边进来 那么总体积是有限大 可是没有边界 没有中心 那么说用来探究它的观测工具 又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那颗球 如果宇宙是有限大的话 那颗圆球一定会跟这个有限的空间相交 也就是说球的右边这一圈 一定跟球的左边这一圈 是来自于空间中的同一个地方 所以当你右边去看你的宇宙微波背景 它经过141年才到达你 左边的也是经过141年到达你 但是在141年前 它们实际上是在空间中的同一环 所以两边长相会一样 所以左右两圈会一样 上下两圈会一样 前后两圈会一样 那么这个六角柱情况更复杂 总共有几对互相match的圆圈 总共会有出现四对 所以这是目前我们科学家 所使用最简单用来量测宇宙 这个是否为有限大的一个方法 那最近一两个月 我跟我的学生也在 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 已经探讨很多年了 那最近两个月得到一些成果 基本上我们的结果显示 我们目前所居住的宇宙 应该是蛮接近这个宇宙 那至于是不是 当然我们希望将来 可以有更多的观测数据 来验证这件事情 那么最后结束之前 我想还是提点一下 有一些我认为值得思索的问题 我要谈的问题就是 今天生活中所有的应用 所有的便利 其实这一本溯源 几乎都是来自于哲学学 我们可以用东西方来看 西方早就有天文学 有一些自然现象 有宇宙学 东方有所谓的疫经 那么在大概18世纪的时候 17世纪末 18世纪初 这些力学的出现 让原来的这些天文现象 自然现象 开始有了科学生命 可是那时候 刘敦在解释 这些万元利定律的时候 很多人就笑他 苹果掉下来 就拿起来吃就好 你还要干嘛算得这么辛苦 研究他为什么会掉下来 还要研究他 他掉下来要多久的时间 因为那时候 大家的生活中 看到苹果就是要吃 他怎么掉下来不重要 就像现在各位生活中 晚上看到星星 就是要欣赏 他怎么来的不重要 家里的股票比较重要 可是大家没有想到 两三百年后的今天 甚至在过去这个世纪 这些力学都已经被发展出来 变成是我们生活上 一些非常便利的一些应用 那么同样的 这个在宇宙学 我们在20世纪 爱因斯坦的出现 才让他登堂入世 比较正式的成为一门 可以做实验 可以做观测的科学 所以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展望未来 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精神 我们所能预见 所能期待未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就是我们可能可以 制造出时光机器 比方说 当我们对时空的结构 可以彻底了解的时候 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做到 我们现在实际上 有没有时光机 广义的来讲有 因为我们的机器 可以看到什么 已经可以看到过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进到未来 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没有办法改变未来 那这其中一个例外 就是爱因斯坦 在20世纪初提出光电效应 找不出前面哲学学的依据 他基本上就是根据 一些实验的结果 提出光电效应 这也是他后来 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 大家以为 这个相对论 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其实他得诺贝尔奖 是因为这个光电效应的关系 那各位知道 光电效应在20世纪主要的应用 其实就是这些数位相机 自动门等等 换句话说 如果你先做一台时光机器 回到1904年 因为效应是1905年提出来 你到1904年把爱因斯坦 给做掉 你再回到今天 你会发现什么 数位相机 全部变成要装底片 手机拍照功能全部不见 手上我 拿的不是雷射器 而是一根棍子 你回家看电视 躺在沙发上 没有遥控器可以用 电视要开 要用手去按 还有一个最重要 将来如果有人开车超速 被开罚单 千万不要骂国道警察 要骂要骂谁 要骂爱因斯坦 看我们东方的东西 易经 是不是科学 不晓得 大部分人认为不是 可是在三千年前 我们就已经应用在生活上 古知识人 必懂四理 一如理二一理 三命理四地理 这些诸理都是建构在 易经哲学的基础上 或说是古代的易经科学 那为什么那时候可以用 现在大家都不使用 中间似乎少了一个过程 少了一个大家可以做 但是好像没有很积极在做的事情 那他到底是还是不是科学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应该要去回答他 在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之前 我们不应该下任何的结论 最后时间已经到了 我想谈了这么多 从上礼拜的观测 到今天的所谓的科学家 尝试来找方法 在自圆其说 我们看到西方主要理论 是以相对论为主 观测手段上是以望远镜 东方理论是以这个易经为主 那这个验证方法上 基本上我们希望可以有科学方法 除了一个自由新增的方法之外 所以最后我想总结就是 天地宇宙何其妙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探此玄妙 谢谢大家 谢谢吴俊辉老师 如果大家听完吴俊辉老师的演讲之后 有任何的心得 麻烦请欢迎到我们的中兴部落格 铺上300字的短文 将会收到中兴准备的精美小礼物 然后现在我们请吴俊辉老师 我们讲一下今天有讲真打的题目好吗 上个礼拜大家说问题好像出得太简单了 所以我担心他海报不够用 但是这个礼拜想要想想不出太难的问题 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好了 宇宙的演化总共分做三个时期 有哪三个时期 还可以没有太简单 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谢谢吴老师 我们接下来就先休息五分钟 大家利用这五分钟的时间 把你所知道问题的答案 写在今天的填答单上 还有提问单 也可以利用这五分钟的时间填写一下 然后待会如果要先离开的观众朋友 麻烦请将今天的立体眼镜 就是在出口的两侧 有工作人员会回收 所以麻烦将立体眼镜交给工作人员 然后避免损坏谢谢 首先第一件事情要郑重的跟吴俊辉老师道歉 对不对 这个把他名字讲错了 不过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明年春天的那个 气候变迁的问题 帮我们在负责 organize的讲员和讲题的负责老师 两个老师之一 就是吴俊杰老师 大机器的吴俊杰教授 这大概是我弄错的原因 好 我们开始问题 第一位是 林田安同学 他这个问题比较有趣 不像刚刚有一位很聪明的女士 第一个问题就是 Star Wars你头的暗武士 是不是暗能量的一种 我想要问的是 就是空间会被重力扭曲 然后光会因此偏向 但是那重力往它弯曲的时候 光就跟着那个弯曲走 然后如果有强大的重力 例如黑洞 会严重扭曲空间 就是光往下 终点会到达黑洞 可是为什么它不会顺着空间 往再绕出来 为什么会留在里面 因为你透过计算 你会发现它不管怎么样 它的斜率一定是超下 它没有办法再上来 底下下的洞 它一直盘旋下去了 对 因为黑洞的中心其实是 我们数学上说是一个Singularity 它是无限生的 所以你下去你就照着它一直转一直转 一直下去 永远没有一个底可以让你到底之后再上来 找不到那个底 这是它读的书里头 因为大概没写到数学的部分是原因吗 它的问题 它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黑洞进去不会再出来 对 意思是这样吗 对 是不是你的书里头没有数学的部分 大概 你读的 数学的话很明显会看出来它 对 就是基本上中间有那个Singularity存在的话 你大概就出不来了 那甚至于你只要进到某一个范围 那个我们大家都晓得叫做Event Horizon 这个世界地平线 进到光靠近它的距离 小于这个半径 就是那个基点起一点 到一个特定距离 如果光进到这距离的话 它就会一直下去 它不会再出来 对 数学上其实还蛮容易证明的 你可以看得到 它就是只能往下转 不能再出来 你听懂没有 大概懂 那你比我好我没听懂 这种问题大概懂 假装懂就可以了 除非你是跟我一样 研究所要念念这个领域 否则你大概假装懂就可以了 我恨不得要问你一个化学问题 简巧琳老师 我想问谈到宇宙大小的时候 要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那一边来的样子跟另外一边来的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那前提是不是地球真的位于宇宙中心或是太阳系的位置很特别 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谢谢 对这个图可能有一点点误导 就是说大家看我画那个图 它是个球 然后观测者都在球星 所以会一直以为说 我们就是这个宇宙诞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宇宙中心 其实不然 应该是说宇宙里面你可以想象有很多观测者 我不要讲太多 就两个观测者好了 一个是我们地球人 一个是一个很远的外星人 那么外星人他在此时此刻 他所能接受到来自宇宙的讯号 宇宙诞生的讯号 其实是光从宇宙诞生到现在140亿年 所能走的这个距离为半径 以他为原心所画出来的那个球面 在那个球面之内的那些光 都已经在今天之前到达这个外星人 在球面的外面的光 还在半路上还没到达外星人 所以同样的我所画的那个球 球里面那些光在我们今天的过去 已经到达我们了 古人已经看到了 当然古人没有看到 就古人接收到 可是他或许没侦测到 那么在这个球外面的光 因为光走的速度都一样 距离外面光就是比较远 比较远的光现在还在半路上还没到 所以当你站在宇宙某一个地点的时候 你所能看到宇宙诞生的这个样貌 其实是只能以那个地点为原心 以某一个半径画出来 那个球的球面上看得到 再简单的讲 我们跟外星人所能看到的那个球 是两个不一样的球 那我们看到的不是宇宙诞生的全貌 是宇宙诞生的部分 对 这样可以想象 假装懂就好 我讲过 这种问题 要发挥一下想象力 不太可能有超过一次的爆炸的现象是吗 你说毁灭在爆炸 就是说整个的Bit Band Bit Band 中间有在爆炸 就是有加速膨胀 有 以前有加速膨胀 后来变减速 现在又在加速 所以那个还是回到暗能量的部分来 对 我们之所以用暗能量 我们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留给一位co-life的直播进来的 就是说在外面看直播的朋友们 他们有一个问题写进来 如果我要练一下他的问题的话 所以园林高中的有一位同学 这表示你们如果不在台北的话 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大爆炸之前的话 宇宙是什么样的状况 不透明时期 在黑暗时期能存在吗 如果存在 那不是会亮吗 不透明时期的光 在黑暗期时 如果存在 如果存在 对了 我刚才演讲的时候 稍微讲过 就是说 宇宙膨胀的时候 光波会被拉长 所以黑暗期长达有十一年之久 那你在那个阶段过程中 波长其实已经被拉到很长 所以你在那个环境里面 你所能够看到的 并不是远近都有东西 而是我刚才所讲的 又是那颗球 换句话说 这颗球半径是多长 就是从宇宙诞生到 现在这个时间点光所能走的距离 如果你在比较早期的宇宙看 那表示 从宇宙诞生到比较早期的 那个宇宙时间点 光所能走的距离比较短 所以你画出来那个球的半径 就会比较小 所以你看到一颗比较小的球 球的外面你看不到 球的里面也没有东西 所以我们称它是黑暗期 那再加上光波会随着宇宙膨胀 而被拉长 拉到已经超过可见光范围的时候 当然我们就肉眼看不到 变成是这个radio的面波 我会假设它的问题有那么一点 是因为我们的宇宙的这个寿命 其实是从这个不透明期之后 因为有背景微波才开始算 对对对 我在猜它这个问题 有那么一点人问到 好像看起来的话 在那个之前好像 因为有不透明期 对现在大家只能用猜 但我们观测上 已经开始有些间接方法 可以看到第一 我刚才讲过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 最早的是一二期的交界 第一期我看不到 除非我看到重力波 那重力波已经有人在量 或许过几年他看得到 但是在此同时 我们可以透过其他间接的方法 也是透过宇宙微波背景的方法 我可以看到第一期 但是是一个间接的方法 科学家其实都还蛮聪明的 另外一个是说 因为以前称呼那个地方是 照理说应该要有一个宇宙基点 对那现在他回到他第一个问题 我刚才没有讲到 就是大爆料是钱 是宇宙是什么现象 那如果 其实这Big Bang的这个概念 就是它跟Black Hole的数学形式 是一样的 这是在早期 Hawking这7080年代那时候 很多科学家 数学家 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知道 它膨胀 你把时间轴往回溯 它会变成回到一个 密度无穷大 压力无穷大 一个数学上不成立的一个点 因为所谓的无穷大 在数学上是不存在 它不能成立 那同样在物理里面也是 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十年来 很多物理学家 宇宙学家一直想办法 要把这个剧本的前面 一小段时间 把它给切掉 不要让那个奇异点 不要让那个无穷大发生 然后用其他的某一个剧本 来把它接起来 那其他的这些剧本 最常见就是 前一个宇宙毁灭 Big Crunch 快要它说到 快要变成密度无穷大的时候 又重新再Big Bang 变成是我这个宇宙 那另外一个 有一个什么 No Boundary Proposal 就是本来可能是一个 像讲笼统一点 像混沌的状态 那在某一个时间点上 突然有一些事情被trigger 它就开始 时空就开始膨胀 产生我们现在所观测到的宇宙 所以在那个时间点 之前其实理论学家有很多不同的模型想办法去解释它 但是大家的共识是这个奇异点 这个无穷大是不能成立的 不能让它存在 所以这问题可问也 这个问题是成立的 但是答案不一定是有前一个宇宙 它可能就是这个宇宙 原来就是在混沌泰 没有一个Beginning 那我们现在俗称Beginning 其实是指它已经开始膨胀的那个阶段 我们称它是现在的宇宙 对 下面一个问题是 问完了以前的要问外面的 所以刘欣如同学 在哪边 就是教授你好 就是想请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说宇宙是有限 就可以知道它的打小 那这样宇宙外面是什么东西 你说宇宙什么 宇宙的外面 就是超过它之后 那外面还有东西吗 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宇宙即使是无穷大 但是因为它的年龄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现在画那个球的时候 我们只能画出一个有限半径的球 我所能看到最远就是看到这个球 这个球外面的那些宇宙 我不知道它存在还是不存在 它存在的话 我可以确定它光现在还在半路上 我看不到 我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看到它 除非我认为光 可以比光速快 好像有点矛盾了 对 或是有某一种戒指传递可以比光速快 那目前已知物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会去想说 宇宙说不定不是无穷大 是像我最后结尾所谈到那种 这个有finite topology 在托普上面 数学托普上面 可以很容易成立的一个情况 就它实际上是有限大 你光再怎么传递 就是都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跑来跑去 从这边出去又再从另外一边进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迟早会发现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居住的大自然 我们居住宇宙是这种宇宙的话 我们迟早会发现 对 我很希望是啊 对啊 要不然现在宇宙学念到已经有点无聊 好像我们什么都知道 对啊 很希望有点不一样的 下面一位常常问问题的同学 我猜他是看可能看过了时间简史 何志黄 你是看过时间简史以后问了吗 没有 教授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于因为宇宙它不是 它中间的任何一个例子不是会传递光到现在这个时间吗 那如果在宇宙中的话会不会 这个宇宙中的时间会不会是不存在的 因为它每个点如果我们用相对的波长去看它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间所发生的状况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现在的宇宙会不会在因为它急速在膨胀 它急速在膨胀嘛 那在外围就是在它膨胀的外围会不会会有第二同时会存在着第二个或者无穷多个宇宙 你说那个球外面吗 对就是 球外面可以发生任何事情我刚才讲过 我原来我身为科学家我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说你错 如果你是在谈论球外面的事情 那个是我目前看不到 对你只要数学上写得出来 基本上你都可以发表这个科学论文 那你第一个问题我听不太懂 你说什么时间不存在 对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我们在这个点可以可以用一个方式去看之前某一个点或者更早之前的点 那这两个点既然我们同时可以观测到那宇宙中是不是时间是不存在的就是造成我们可以同时观测到这两个点或者更多的点 不是说不能说是不存在应该是说时间跟空间两个是有关联性的 我看到不同的两个时间点 但是我看到的这两个时间点是对应到空间中的不同位置 比较晚的这个点一定离我比较近 比较早的那个点一定离我比较远 这样可以接受吗 下面一位是他特别提出他是一位交换生李斯文同学 您好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年轻的宇宙就是波长就比较短 年轻的宇宙波长就比较长 然后就是怎么观测出波长的这个长短 我刚才只是很笼统的讲年轻的宇宙比年老的宇宙波长短是因为相对论 因为宇宙膨胀波长就会被拉长 但是如果你有你有一点点物理的基本素养的话 你其实可以自行推得这个结论 因为所谓波长比较大比较长表示频率比较小 对因为光速等于波长成频率 所以波长长光速长速波长长频率会小 频率小的话表示他能量比较低 因为光的能量跟频率四次方程正比 所以表示他的能量比较低 那么宇宙既然是在膨胀 膨胀的话能量不能无中生有 我们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看 宇宙如果膨胀的话 那他密度应该增加来减小 他能量密度应该要减小 能量密度减小 如果里面的能量就是光子 我们谈论的如果就是光子的话 光子能量是不是要减小 光子能量减小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频率减小 频率减小意思就是波长拉长 这是你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要怎么量光波的波长 那因为我刚才讲过 光波的波长跟频率有关 频率又跟能量有关 能量又跟温度有关 所以我们一旦量到他的温度 我就可以把他的这个频率波长 都把它算出来 换句话说我用不同的频率 去看他的能量的强弱 我就可以画出一个能量随着频率的分布图 那我刚才讲的是平均嘛 平均波长大概是三个毫米左右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分布 我们俗征的黑体辐射 我今天不太愿意把这个拿出来讲 因为我知道一半以上的人一定都不是学物理 讲黑体辐射只会吓到人而已 我现在讲黑体辈射只会吓到人而已 听你的口音你是打中国来的是吗 我大陆的 下面一位有两个名字放在一起 张静雨和甲元吗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如果是越远的波长越长越近的距离越短 可是有什么标准可以确定 反过来越远的短近的长 就是有什么标准可以确定它从几年 为什么可以这么确定是140亿年前 就是当你都不知道宇宙比如说太阳是几年诞生 或是任何的星体是几年诞生 你都不知道你有什么标准可以来 就是确定它是几年诞生 星体是什么时候诞生 或是说这星体的距离我多远 其实是可以算的 从观测可以看 要稍微讲细一点的话 这我今天没有提到 我有在挣扎这东西要不要讲 后来被我拿掉 基本上是关于恒星光谱的问题 因为恒星燃烧简单的讲 我有提到是氢在燃烧 氢在燃烧 氢上面有电子 我也有提到 所以是电子可以在不同的能阶上做药签 所以如果它燃烧是透过氢在燃烧的话 它所发出来的光 在特定的波长上面 能量会特别强 我们会称它说这是它的发射风 是它的这个电子 在药签回到基态 药签回到基态的这个能量 化学这个有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是氢的燃烧的话 你会看到 横轴如果是频率 纵轴是强度 你会看到某一些频率上面会有峰值出现 但是这些峰值会随着它在宇宙里面的传递而慢慢平移 因为它在宇宙传递的时候 它的波长会慢慢拉长 所以这些峰值所对应到波长 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可以用我接收到的这个 这些峰值的分布的状况 跟我在实验室里面所量测到 看它偏移了多少 我就知道这个光走得多远才到达我 因为它走的过程中 它的波长会被宇宙膨胀给拉长 它走得越久 波长就被拉得越长 对 所以我是看这些峰值的偏移来判断 这个星星距离我多远 这其中有方法 对 那至于宇宙年龄140亿137亿 要算得这么准 当然单靠我前面讲的波长是不够的 我前面只是给你一个很粗浅的一个概念 直观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你另外还要服以这个所谓的 这个超新星爆炸观测到宇宙加速膨胀 这些模型 还有很多宇宙参数 其实我们现在宇宙参数 至少有六个以上 那我今天不太愿意把它全部拿出来讲 因为那个只会让你 我觉得啦 就是这种东西本来就觉得门槛很高 再把那东西拿出来只是吓人而已 所以我就选择一个比较大家可以接受的方式 给你一个概念就好 当然你问这个问题都成立了 那个资料也都查得到 那一般教科书里面其实也都有写 你可以收集一下资料 这个其实不是太难找 还有一个问题是吗 老师好我想问就是暗物质跟暗能量是有什么不一样 对我刚才有提到可是可能讲太快了 就是说科学家我说他没创意 因为看不到他就叫做Dark 那Dark分做matter跟energy 那其中差别其实它是专有名词上不一样 因为我们讲说职能互换职能互换 energy就是matter啊 那到底能量跟物质到底是差在哪里 其实它只是一个专有名词 那真正物理上的差别就是暗物质 它提供的是万有引力 它跟一般我们所已知的物质 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唯一最大差别是 我们现在所有的物质都可以产生核荣核 可以燃烧可以发光 你把人拿去反应炉 你一样可以产生核荣核啊 所有的这些粒子 你只要能量够高的环境一定都可以核荣核 暗物质不行 暗物质跟其他所有物质之间的交互作用 我们知道交互作用有四大作用 强弱电池跟重力 那你要核荣核 你除了重力以外 你必须要有其他那些粒 那暗物质的话 它就只有重力 它跟所有物质的交互作用 之间的交互作用就只有重力 它没有办法有其他的交互作用 那暗能量的话 就是我前面所讲 它提供的是万有次力 所以要简单回答你的问题就是 一个是万有引力 一个是万有次力 万一我刚才讲 你全部都听不懂 你只要记得暗物质是万有引力 暗能量是万有次力 这样就够了 对 你讲这个问题 我请教一下 你最后一张头 其实观察是 在没有近代科学之前 东方西方都有人做的 应用也是东方西方都有人做的 OK 只是西方用 我们这学期整个讲下来的这个数学也好 物理也好 概念也好 这样的慢慢发展出来 这些东西 使得东西方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分野 如果不以现在一些以宗教立场来思考的话 你会自己思考过有物质和能量以外的概念吗 你会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因为次力也好 引力也好 也难难是从以现在有的 matter和energy的概念在 这是完全不能排除 比如说暗示篮提出狭义相对论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很多人有的问题 暗示篮怎么这么聪明 可以发明这么多理论 他不是凭空 生出来 他其实是都是受到当时的一些实验跟观测 去得到这动机 以狭义相对来讲 他建的这个基本公司的光速是常数 其实他不是这么天才就知道光速是常数 他其实是之前看麦克森这些人做实验 用雷射去量这些光速 发现怎么大家都好像发现光速差别很小 那些人是在主要是在量光速吗 那些人主要不是在量光速 那些人是在找第五元素叫做以太 因为在古典的想法里面 坡的传递一定要有介质 深坡传递要有空气 所以我在太空里面 我大叫你听不到 水坡传递要有水 没有水的话 我水坡是没有办法传递 所以古典的想法 坡的传递一定要有介质 那光坡不应该例外 因为大家认为光也是有波动性 它是坡的一种 所以他们认为传递光坡的介质叫做以太 所以在十九世纪末 很多实验学家 想办法去量这个以太 以及以太相对地球速度 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是 以太相对我们的速度是 每秒小于五公尺 那麦克森后来还因为他的这方面贡献获得诺贝尔奖 不是因为他说光速是常数 而是他把光速的这个 的大小量到前所未有的精准 对 那爱因斯坦只是搭这个便车 提出这个公设 所以回到原来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相信 暗物质 暗能量 我刚才拍图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 当然可以 重点就是说 科学家基本上 都是在做自然骑说的工作 你今天牛顿的东西 用了两三百年 都没事 为什么爱因斯坦一出来 就全部翻盘 那同样的爱因斯坦用了一百年 今天我们在这边歌功颂德 我在歌功颂德 觉得都没事 说不定不用五年 说不定明年 说不定下个月 就哪一个天才就全然翻盘 说他是不对的 那找到一个实验证据 可以证明他理论不管用 而新的理论 新被发明出来的理论才管用 所以我永远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而且我讲过 我从来不会去相信 或是不相信一个理论 我只会去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理论 那当然你有一些很 天马行空的想法 这个是好事 但重点是 这些想法 必须要能够制成一个体系 然后能够对目前已经观测到 以及已经做了所有的实验结果 都必须能够自圆其说 这个不容易 对啊 打败给科学家很容易 你只要追问科学家说 你怎么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科学家常常没话讲 我后面两个问题我想留下来 因为他都是一些重力扭曲的问题 永泉兄听说你答应两个礼拜以后 这类的问题你都要负责 所以我留给你了 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抽奖的 先请吴老师帮我们公布今天的答案 今天答案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就是不透明期 就是充满电子 那第二时期就是 都是电中心的黑暗期 那第三个时期就是星体形成期 你讲天体啊 或是星星基本上都可以 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看到这些星星 不透明期黑暗期和天体形成期 那我们请陈主任为我们抽奖 然后请吴老师为我们颁奖 哈哈哈哈 今天的分工比较公平一点 请帮我忙吧 我抽一张吧 张昌益 张昌益 我抽几位 总共抽五位 今天会有五位幸运观众 对麻烦请到前面来 第二位是李凯恒 李凯恒 请问在吗 麻烦请到前面谢谢 第三位是李东柔 李东柔 应该也是同学吧 麻烦请到前面谢谢 麻烦请到前面谢谢 第四位许婉珍 嗯错 许婉琳 I'm sorry 第五位孙童昭 谢谢 那我们请老师为我们颁奖 大家鼓励鼓励 鼓励 谢谢 谢谢大家 其他没有被抽中的朋友可以到外面 待会活动结束后可以到外面去领我们的获奖 就是2009天达正确的观众朋友 到时候可以到前面去领取我们2009星空协奏曲的精美活动海报一份 我们要热烈鼓掌谢谢有两次演讲的吴军辉老师 谢谢吴老师及陈老师 今天我们的活动就到此结束 我们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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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活动